大檔鞭也爱素素鞠 已经吃了19年素食的国民党党鞭 林洪池 忙碌工作之余 最常当老婆大人的厨房小助手 当久了也会出塞 常推广素食的好处 这回要示范素食版的麻婆豆腐 盒庄豆腐脱模有诀窍 要让这个豆腐能够掉下来 上面先去压一下 让它有一些空气进去里面 然后它 它就自然而然出来了 把豆腐切成小块备用 炒香花椒捞出放凉 放入塑胶袋内压水 以爆过花椒的油 保香姜末下素肉末 红萝卜高汤毛豆炒鸡 加辣椒酱调味 接着下豆腐 豆腐是很嫩的啦 所以你要在炒的时候 要很温柔的不然就弄水炒了 所以要像对待情人一样 好好的多度它一下 所以不能庆菜啦 只能用锅铲轻轻推动 勾芡后淋辣油再撒上花椒碎 滋味又麻又辣 让人忍不住多吃好几碗白饭 吃完重口味的 来碗清爽的冬瓜柴把汤 这种捆成一束一束的东西 因为像是捆绑好的木柴 所以称为柴把素羊肉 煮笋红萝卜等 用泡软的干瓢绑好 热水加姜丝煮出味道 下冬瓜煮软 再放柴把煮滚调味 零点橄榄油 倒入摆了香菜的汤碗 喝起来好清爽 柴把也很有咬劲 吃素也有大菜 这道油焖猴头菇 是他们家的眼科菜 爆香姜丝 辣椒 下竹笋 猴头菇 焦汤拌炒 以素蚝油 白胡椒调味 勾点芡 排入碗中 以外锅拌杯水蒸熟 倒扣在盘子上 配上炒水帘 满满一大盘 色彩缤纷 猴头菇 吸附了酱香 保证当你吃了也素素狗 就算无肉不欢 偶尔吃点素也很健康 你也一起来素素看吧 洞新闻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家中